1個禮拜來一次汁兩次 刷取 我認為應該排第一名 它裡面的汁非常的鮮甜 對 就很好吃 一個月至少來兩三次吧 每一次只要他來 他就一定把我叫去 介紹給外賓認識 能夠讓熟客走開 前高雄市長陳菊 把這裡當作推薦高雄的美食窗口 曾經在一年半內來了33次 葉偉智的手底功夫 那真不只是兩把刷子可以形容的 全台灣要找像他這樣 豆漿燒餅 西式甜點 港式飲茶 江浙點心 都能夠精通的師父還真的不多 樣樣通但樣樣不鬆 全靠吹毛求絲的完美主義性格 對 吃新肉會比較柴 所以會加入大量的肥肉 對 但這兩個價格加起來 都是會比較便宜一點 我們用這個五花肉呢 加兩次最油 所以它的筋會沾在螺旋上面 它的筋起來 吃就是整個這樣很滑順 自信不輸鼎鼎鼎大名的知名品牌 小籠包是葉偉智的看家本領 五花肉口感滑順 天生麗質 品質最好 但不是多數店家的最優選擇 葉偉智捨得下成本 正本清源 有好的開始 製成就得更講究 不瞎繳貨才不會浪費了優質食材 自己做皮凍捨棄比較油膩的豬皮 改用老母雞慢熬四小時 膠質豐富清爽不膩 組合起來就是撐起口碑的豐富內涵 它只有0.1公分 特別會這裡會特別薄 就是因為要讓它收口的時候 那個蒂頭是很薄的 吃起來幾乎沒什麼感覺 而麵皮薄可透光 最外圍一圈比薄還要更薄 則是夜市二十折的訣竅所在 會比頂太豐富再多兩折左右 因為你像這樣一張皮 你再加下去 口感就會比較Q 就會比較Q一點 好看 不要往下沉 我還幫我學會 我沒有辦法讓我的食物 醜醜的出去 細皮嫩肉 造就完美的小籠包 葉偉智如今是業界知名的 好手兼快手 但踏上餐飲這行業 最初只是簡單的逃逸路線 出身台南白河的農家 幫忙農事是童年的無聊苦差事 國一升國二時 愛吃的他主動跑到豆漿店 拜託老闆收他當學徒 每天放學後放下書包 打工到晚上八點 一路做到高職畢業 奠定料理的基礎概念 好看 好看 谢谢大家